与中国好声音的学员 观哲 已经是专业歌手的规刹 一首领悟登上好声音的舞台 他为什么来参加好声音 而网友质疑他的到来 会影响对其他学员的公平性 他又将如何回应 我记得在中国好声音上 有两个学员唱过你的歌 我认为你是一个很专业的音乐人 唱功不了得 技巧玩得也很好 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在说 你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给这些来自于民间 来自于讨根的这些学员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我感觉这个舞台 没有什么不公平 在我父母眼里看来 到现在为止 我也是一个没有稳定的职业的一个人 其实就是一个北漂 但是老人都希望你能够早久 让我上班下班 我也三十多岁 你没有接规 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样老飘着 飘到什么时候是头 对 我其实跟这里面很多很多学员 他们人气有的比我 然后呢 我有一次特别可笑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还没来好声音 有人邀请我去武汉演出 且那么想你被乐园唱 那么实力音乐观者 然后来邀请为大家表演 后来呢放个照片 不是我的照片 是别人的照片 就感觉特别难过 我参加完好声音 以后 我第二天看完微博 然后里面有很多话 让我特感动 想你的音是你唱的 那是你的歌 听了好久都不知道是谁的歌 你说 我应不应该来这个舞台 告诉大家 我是谁 我是干嘛的 所以说 我觉得 有很多的 在网上有很多人来争议这个事 说专业的音乐人 不可以来参加中国好声音 这么一个舞台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误区 真正的音乐人 在这儿给他们一个平台 让他们很好地塑造自己 让他们更加辉煌 那么那些草根的歌手呢 来我们这儿 让全国老百姓认他 我觉得这没有任何冲突 谢谢杨茜 以前我没有听过 想你的夜 听完以后 我突然觉得 我这个歌为什么这么好听 我现在想问问你 因为我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这一定是一个感情的一个事 是吧 男女之间的一个事 其实我写的很多歌 杨茜老师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 这首歌呢 就是写给我 就是逝去的爱吧 那个时候刚来北京打拼 就是刚刚有活干了 有人找你写歌 有人找你编曲 我正戴着耳机 做音乐 你很专注的时候 有人跟你说话 喊你是听不见的 然后就听到什么 咚一声 我可能说 我可能说我是不是碰到哪个鼓了 或者那个MIDI键盘上 碰到哪个鼓了 可能嗡一声 就是反正一会儿又嗡一声 我怎么回事 我就把耳机摘往身后一看 看到我后面的那个鼻筒啊 烟灰缸啊 还有这些东西 全都拽在地上 当时我女朋友跟我说话 我完全没有听到 她跟她跟我喊 观哲 我不要在乎这样的生活了 你跟你电脑去过吧 我跟你仔细太压抑了 所以这个时候把门 突然间一管就走了 然后呢 就是那时候她非常非常不理解 就说 我们再忙也好 你应该陪陪她 但是 我那个时候 其实非常困难 我是一个 M 我不能配不上人家 因为 突然间 爸妈看不起我 所以说这样一首歌 它是有灵魂在 我每当一唱起这首歌 以前是想她 现在我是希望 所有的女孩 能听音乐人的音乐 能够表解这个男人 因为只有晚上安静的时候 我们可能才有点灵感 我们只会通过音乐去表达她 她的男人很真诚 她很简单 她很实在 我觉得 作为一个非常牛的歌手 你要有一种信念 要有一种承担 这种承担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成熟的歌手 要打动别人的同时 你还能够用你的歌 去影响别人的人生观 谢谢张老师